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上一集我们提及过大脏抛诊 但其实抛诊也有很多类型 不如你和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抛诊一营究竟是怎样发生 我们可以用什么疗剂可以帮助这些病患者呢 其实抛诊很多人都有经历过的 有时候最多人经历过在唇里出现很多水泡 接着结招慢慢会好 但问题是很多时候那些人就会重复地出现 他不是说是间障 有时候有些人可能有些家族性的关系 令到他那个唇疯是抛诊是经常会发生的 当然在同类疗法我们可以及时处理的话 可以把问题缩短很多日 不是说即刻会停止 最重要是不要让他发生系统性的问题 有些人在唇疯抛诊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觉得有影响 都会觉得不舒服或者疲累或者发烧 所以在这种情况 同类疗法是很应用很用得着的 给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疗疗 第一,疗疗是Nature Myriaticum 简单是简单是简单是简单 通常都是抛震在唇或面上 那个形状通常都是透明的水泡 有些人就像珍珠那样 痛和有些人身体有不适 例如那个人发烧疯疲疑 最主要是在唇里出现 但也可发出在头发的边缘 或者是鼻翼的两边 甚至在弧骚的位置 或者是膝头或者手牲的位置都有机会 通常引发它都会包括情绪的压力 任何的疾病 本身有些病 接着抵抗力差 这个症状的抛讯病毒在乘机爆出来 也有些人曬太阳 尤其是net mirror这种情况 和曬太阳都会导致 最主要是唇 我看到一个病人有嘴唇出现的水泡 第一件事通常都会想起用net mirror 是盐这个疗剂 另外一种疗剂就是野角 Root toxicodendrum 通常的症状是红肿痕 放下去是很肉粗的 而且最重要是水泡痕也很浇灌 水泡爆了之后化浓 然后有一些黄的焦 患的部位都是唇、鼻膏、脸、耳后面 或者手背、手指都有机会 还有可能在角膜都有 通常是冬的天气、湿的天气 会叉 在发烧的时候会令它叉 有时候它会和呼吸系统和腸胃消化系统都有交替的症状 这个就是野角痕 痕都很厉害的水泡 另外一种就是蜜鱼汁 蜜鱼汁通常都是有反复性的抛蜃会出现 皮肤可能会爆刹 表面好像爆刹的皮肤 爆刹的皮肤是有一种粗粗粗的 就是说表象不是那么多水泡痕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两种 鹽和野角是水泡多些 这个蜜鱼汁通常是爆刹的 粗粗粗粗粗粗粗 尤其是下唇 通常也会有水泡爆裂 也很多时候跟旌旗有关 所以周期性的 每个月经历来就会爆 如果是这种情况 记住是蜜鱼汁 另外就是Docamara 欧白鹰 欧白鹰通常出现蝶椒有血的水泡在唇里面 很多时候因为受了寒 受了湿寒 或是天气变了 由温和的天气 或是热的天气变了 下大雨 在这种情况下 欧白鹰容易中焦 好 还有就是蜜 通常都是很严重的灼热痛 但热肤舒服 记住 虽然感觉热 但它觉得是热肤舒服 通常新的抛肤会慢慢地蔓延到眼角 这就会比较危险 会影响视力 好 还有一个就是Koi Koi 通常抛肤会有溃洋性的抛肤 抛肤会周围有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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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还有那个溃洋的地方 周围有些水泡出现 概然的人都是肥肥白白 容易出汗 喜欢吃鸡蛋 通常都会找到这些资料 来配这个粮剂 好了 最后一只就是Krotum tigrium 巴豆 巴豆 都是有一种扒痕的感觉 痕 然后皮就变硬了 好像扛着的感觉 很多时候出现眼盖、面部 磨擦它会令到它舒服很多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Petroleum Petroleum是石油 通常都是爆的位置 肝硬和烈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容易出现 接着就是Buttercups Renunculus proposal Buttercups 是球根无量 这个也是很常用的 正常都是痕痕的水泡 而且会导致很明显的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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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 可能有些听众也经历过 也感受过 突然发起来的痛楚 但正如刚才已经说过 可能自己也会痊愈 但不断发生的时候 这会影响到自己身体的免疫能力 甚至痛楚也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所以选择色狀的疗剂 去处理 应该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 不需要再感受到这些痛苦 谢谢袁医生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想查询刚才提及的疗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与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养 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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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